屏東後壁湖西湖區中午封閉海灘並且升起了警戒期 墾丁帆船時南灣海邊風浪逐漸增強 現場也拉起了封鎖線 全面禁止遊客靠近 另外東港碼頭則是擠滿小琉球回城人潮 當地海灘也已經插上了紅旗 嚴禁民眾下水 開明颱風步步逼近 屏東恆春後壁湖西湖區23號中午封閉沙灘 並且升起警戒期 全面禁止遊客靠近 風浪逐漸增強 墾丁南灣返船時也同樣拉起封鎖線 海邊沙灘上空無一人 市區也逐漸下起大雨 雨漆大道一度看不清前方道路 觀光區方身休息站 只剩下零訓散客 再轉往東港碼頭 則是擠滿小琉球的回城人潮 丸路像在逃難般 東港下午同樣下起勤盆大雨 民眾貿易回到本島 紛紛盯著行李下船 船行駛 然後我們就改變行程 上次沒有風 結果沒有就提早回來 他會提早行程 他們都打亂 在轉往小琉球 早上由遊客下水游泳 隨即被海巡人員勸離 到了下午 海邊同樣插起紅旗 禁止下水 遊客只能在圍覽後方隔岸拍照 而受到颱風影響 也讓民眾在住宿選擇上 有不同想法 如果有颱風的話 他們風大就可以玩 裡面的設施了 而就怕颱風帶來強勁風勢 造成陸數倒塌 屏東施工所出動電鋸 四處修整 鏡頭在中網霧台 我們不開放遊客路一般人 山區進行人車管制 只開放居民通行 開密颱風 雷勢洶洶 海路景齊發 南臺灣也繃緊神經 謹慎防胎 借宿稅 評論報導